台上乐团《淡水南海》演奏出 充满活力的歌曲 炒热了现场的气氛 这里是位于巴黎历史悠久的 乐三辽养院 而仔细看台上这位吉他手 似乎很眼熟 他就是民进党新北市党部的主委 罗志正 今天他也特地带领新北党部的成员 一起到辽养院来 希望能够在岁末年中的时候 给院生们一个最温暖的关怀 乐三辽养院这边长久以来 照顾台湾需要的一群 大朋友小朋友们 他们在新北市的这个角落 付出很多 所以今天代表党部 来给他们最大的敬意 也提供一些小小的协助 希望能够有抛砖鱼翼的效果 让更多朋友来关注 这群更需要帮助的 社会上的这些人 而长期援助乐三基金会的 新北市议员绿子昌 今天也一起出席 他表示 乐三辽养院受容113位特殊病患 24小时的照护 庞大的支出 光靠政府的补助完全不够 因此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善心 也希望有更多人 能够一起来关怀 而对此 乐三辽养院也表示 非常感谢党部以及议员的善心 那我们可以看见说 过去这些先贤 对地方上的贡献 然后关心这个社会 那今天岁末年的话 我们新北市党部罗主委 来这里办这个关怀活动 这非常有意义 当然也是希望 唤起社会对这个弱势的一个关心 在寒冬的时候 非常感谢民进党党部 还有议员带大家一起过来 关心我们偏乡的机构 感到非常非常的温暖 那也希望有更多的人 看到偏乡机构的需要 我们偏乡的这些 第一线的照顾服务 需要大家一起来关心跟支持 谢谢 而除了自正加泰心之外 罗自正更是签下了 定期定额的捐款 希望借此可以达到 泡砖引玉的效果 并且让偏乡的社福团体 也能够获得更多社会的关心 接着陈伯伟 巴黎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